喂喂 這樣聽得到齁 我們就直接開始 大家好我是黃施陽 我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主題是Steam Deck 還有Container這樣的技術怎麼讓Steam Deck上面的Arch Linux 變得簡單好用 首先這是Steam Deck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這是什麼 它是一台掌上型的遊戲機 但是它其實就是一台電腦 只是這個電腦上面有搖桿 然後有預先安裝Steam這樣可以購買遊戲的商店而已 有Steam Deck之後呢 好我們等一下 有了Steam Deck之後呢 你就可以帶著你的單機遊戲出門 隨時隨地都可以玩 今天要介紹的是Steam Deck上面的系統跟軟體 首先我先自我介紹一下 我是Arch Linux的使用者 那我用Arch來完成我日常生活中的一切 然後我的Arch上面有裝Steam 我甚至還有一台虛擬機 Windows虛擬機 然後有配一張獨立顯卡給它 所以是可以玩遊戲的虛擬機 講到這邊大家可能會覺得我好像是一個重度的遊戲玩家 但是實際上我只是休閒玩家而已 我沒有很常打電動 從小到大呢 我們家也沒有假機或是漲機 我只是偶爾看到遊戲的時候會想玩而已 那既然是這樣子的話 我又是怎麼知道Steam Deck這個東西的呢 因為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我平常就使用Linux 所以就有一天有人問我說 買這個Steam Deck好不好 因為這樣所以我就去GoogleSteam Deck到底是什麼東西 然後才發現原來他用的系統是Linux 而且還是我平常用的Arch Linux 那這位朋友呢他對Linux算是一竅不通 可是他也是算是熟悉各種數位產品的 所以我認為他在上手上應該是沒有什麼問題 所以我們就決定要來買這個Steam Deck 因為他現在在台灣還沒有上市 然後我朋友他現在人在美國 所以我們的約定就是他要負責買Steam Deck 然後他回台灣的時候要把主機帶回來 那我就負責在他遇到任何跟Linux相關的問題的時候 我要提供問題問到寶的服務 在經過了搶購疫情造成延誤 然後還有為了買主包換區差點換不回來的意外之後呢 我們終於在五月的時候收到這樣的一個箱子 結果開箱之後兩個禮拜 我沒有被問任何問題 他就很輕鬆容易的在Steam Deck上面進入桌面模式 然後也自己的就在上面安裝了Telegram 看圖程式或瀏覽器之類的 這時候我就覺得非常厲害 Steam Deck怎麼有辦法把Arch Linux變得這麼簡單 接下來我來介紹FlapHack 那FlapHack是一種用Container來安裝軟體的方式 Steam Deck上面的SteamOS就是用這種方式來安裝軟體 跟在Arch Linux上面安裝軟體的方式是不一樣的 延續剛才的問題 在過了兩個禮拜之後我終於被問了第一個問題 就是他在Steam Deck上面 玩人中之龍的時候就存了幾張截圖 然後他就想要看這個截圖 所以他就打開KDE的檔案總管 是然後就打開純截圖的資料夾 這時候他就在他的截圖上面點兩下 叫出GTOM這樣的一個看圖程式 的確也就顯示出了這張截圖 如果我們仔細看GTOM下面的瀏覽窗格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他只有顯示一張圖片而已 可是在這個瀏覽窗格裡面應該要顯示這個資料夾下面所有圖片 所以你才可以很快速的切換上一張跟下一張圖片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會這樣子的理由是 跟Steam Deck安裝軟體的關係有關 在Steam Deck上面用KDE的套件關係程式 Discover來安裝軟體的時候 我們會覺得他好像就跟我們一般KDE的桌面環境 像安裝軟體是一模一樣的 可是實際上Steam Deck上面的Discover被設定成 只能用Flagpack這種方式來安裝軟體 那用Flagpack這種container方式來安裝軟體 跟一般我們在Linux上面安裝軟體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呢? 我們在Arch上面安裝軟體的時候 我們用Pegman安裝軟體 那這軟體就被安裝到我們的系統上 然後比如說 設定檔就會放在ETC的目錄下 那 那韓式會放在UserLib下面 執行檔放在UserBin下面之類等等 可是如果用Container方式來安裝的時候 比如說用Flagpack安裝的時候 它就會全部都放在同一個位置 這是什麼意思呢? 我們可以想像Container就是在作業系統上面劃分出一塊區域 那這個程式所需要用到的執行檔跟韓式會 通通都放在這個Container裡面 然後我們又把這個程式關在Container裡面 這程式是沒有辦法看到Container外面的世界的 它沒有辦法讀取Container以外的檔案 那所以我們就回到剛才那個一次只能看一張圖 很不方便的這個問題 如果我們仔細看KDE的檔案總管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這幾張截圖存放的目錄是在HOME LOCAL下面 可是當我們點兩下開啟GTOM 就是下面這張圖的時候 如果我們把GTOM的樹狀目錄也顯示在左邊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GTOM看到的圖片位置是不一樣的 對GTOM來說這張圖是放在RunFlagpack目錄底下 這是為什麼? 這是因為GTOM並不能讀取它Container外面的檔案 所以我們在檔案總管點兩下開啟這張圖的時候呢 Flagpack而外把這張圖片放到GTOM的Container裡面 因為Flagpack只有額外放這一張圖進去 所以GTOM就只能看到這張圖 這時候就會有人 如果我們用FlatSeal這樣子的程式來看GTOM可以讀取哪些目錄的話 我們的確可以看到 剛才的HOME LOCAL目錄不在GTOM可以讀取的目錄裡面 如果我們用指令來看Flagpack放了哪一些檔案進到Container裡面的話 我們的確可以看到Flagpack額外放進去的這張圖 這邊是F9F35C3C嗎? 那如果我們回去看GTOM的樹狀目錄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F9F35C3C 那這時候就有一個問題了 就是我們能不能在Steam Deck上面用傳統的方式來安裝軟體? 實際上是可以的 我也成功的在這一台Steam Deck上面用PACMAN安裝了GPigView這樣的一個看圖程式 果然呢用這種方式安裝的看圖程式 就可以用鍵盤的左右鍵快速的切換上一張跟下一張圖片 只是有一個問題是 Steam Deck在更新的時候是整個系統一起更新的 它會把整個系統給換掉 所以我用PACMAN安裝的GPigView在下次更新之後就會消失 接下來我們來介紹一下Steam Deck的系統設計跟Arch Linux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 Steam Deck上面的SteamOS是3.0版 網路上可以下載到的SteamOS是2.0版 所以這個3.0版現在如果你想要使用的話只能夠買一台Steam Deck 從2.0版到3.0版最大的改變就是它從 Debian換成Arch 可是這個Steam Deck上面的Arch跟我們一般安裝的Arch其實是不太一樣的 就像我剛才說的它的系統是設計成圍堵不讓你更改的 那也因為系統設計成圍堵跟不讓你更改的原因 所以它安裝的軟體的方式才不會是我們一般用套件管理員安裝軟體的方式 而是改用FlagPack或者說用Contenters這種方式來安裝軟體 那這代表什麼意思呢? 就是代表說今天如果你想要把Steam Deck改造成你習慣的樣子的話可能會比較麻煩一點 比如說像Steam Deck預設的桌面環境是KDE 那如果你不喜歡KDE想要裝Nome的話 雖然你可以做到但是下次跟進的時候它又會不見 所以我這邊要強調SteamOS它不是Arch Linux 它的系統是不能更改的 然後也不容易做個人的話這件事 那既然如此的話 Steam Deck到底是又是怎麼更新的呢? 如果我們把Steam Deck的磁碟分割顯示出來的話 我們可以發現一件事就是Steam Deck上面有兩套作業系統 比如說像我們可以看到這張圖上 有藍色的A系統跟紅色字的B系統 然後它把系統跟使用者的檔案 還有應用程式 也就是用Flap Pack安裝的軟體是分開的 像這張圖的話 現在這台Steam Deck是運作在紅色字的B系統上面 那如果需要軟體更新的時候 它就會把更新安裝到系統A上面 安裝完了之後它就會提示你要重新開機 然後重新開機的時候你就會開進系統A 那以此類推 下次要更新的時候它就會反過來更新系統B 然後我們剛才說Steam Deck是用Flap Pack這種方式來安裝軟體 然後Flap Pack會安裝到VarLib Flap Pack這個目錄箱 只是Steam Deck在這邊動了一點手腳 實際上這些應用程式存在後目錄下面的 也就是說應用程式被視為是使用者的檔案 那又因為使用者檔案跟系統是分開的 所以不管系統怎麼更新都不會影響到使用者檔案跟應用程式 這樣子把系統分開的設計有什麼好處呢 那當然就是因為系統是圍堵的 所以它會比較穩定不容易壞掉 而且它有兩套系統 像ABAB交替更新 所以如果更新失敗的時候 你還有另外一個備用的系統 而且你在重新安裝 就比如說你系統壞了你要重新安裝的時候 你可以選擇試著保留你已經安裝的應用程式跟資料 而且這樣子的設計其實在日常生活中面非常常見 很多這些系統都是這樣設計的 如果很久以前你用的手機是Android的話 你可能會對這個畫面有印象 以前Android在OTA更新的時候 必須要先關機然後進到這個畫面 安裝完更新之後再開機 可是當Android後來有了雙系統這樣ABAB更新的之後呢 更新就可以在背景進行 然後更新完之後你只要重開機就可以馬上使用了 那講這麼多我們來聊聊Arch Linux跟Container 我們在Arch上面安裝軟體可能 基於各式各樣的理由 我們會用各種方式來安裝軟體 比如說有時候可能會從官方的repo安裝 或者是從AUR安裝 那比較新的方法是Container 或者是你可能有一些其他特別的理由 你會自己去下載執行檔 Arch Linux是一個給使用者很大的彈性的作業系統 我們有很大的選擇自由 所以我們可以把這個系統改成 每個人自己喜歡的樣子 可是像這樣子選擇自由 對不是Linux的使用者來講 或者是說對一般的Steamdex使用者來講 可能不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他們可能會覺得系統簡單好用 然後穩定是比較重要的 這也是為什麼Steamdex會採用Container這種方式 來安裝軟體的原因 那其實用Container這種方式來安裝軟體 越來越流行 比如說去年的時候 在Webuntu上面的套件庫 就沒有Firefox了 如果你要在Webuntu上面安裝Firefox的話 你只能用Container的方式來安裝 那當然這種方式好不好見仁見智 比如說有些人 他可能他的電腦比較慢一點 那用Container安裝的Firefox 啟動會比較慢 所以他們可能就不喜歡這樣的方式 然後可能會直接去Mozilla的網站下載執行檔 那另外方面有些人可能覺得說 透過Container這樣的方式可能更新會比較快 所以他可以比較早的就獲得最新版本的Firefox 所以他可能就喜歡這樣的方式 那Webuntu是 預設用Container安裝Firefox而已嗎? 如果說我們今天 所有的軟體 都用Container安裝會發生什麼事? 如果我們今天設計一個Linux 然後他系統跟Steamdex一樣是圍堵的 然後所有軟體全部都是用Container安裝的話 最大的好處當然就是這個系統很穩定 然後很適合一般的新手使用 可以很輕鬆的升級甚至降級 也可以同時安裝新版跟舊版的應用程式 那如果你想要開啟安全性設定的話 你也不需要了解太多複雜的知識 就可以套用這些安全性設定 那像這樣子設計的Linux 到底有沒有呢? 實際上已經存在了 比如說像OpenSUSE的MicroOS 或者是像Fedora的SilverBlue 都是這樣子唯獨 然後以Container為主來設計的Linux distribution 而且自從Fedora推出SilverBlue以來 我們這四年來 已經有一群新的Linux使用者 是用SilverBlue這種方式 來認識Linux跟開源的這個世界 他們一開始就是用Container來安裝軟體 他們習慣這種方式 也喜歡這種方式 這時候就有一個問題值得我們思考 如果今天你有一台Steam Deck的話 你會想試試看SteamOS嗎? 還是你不願意放棄這樣選擇自由 跟客製化自由 你會想要重新在Steam Deck上面 安裝ArchLinux 然後再安裝Steam 第二個問題是 你覺得Arch社群 是不是應該有像MicroOS 或者是SilverBlue這樣子的版本出來 因為我們現在就是有一群新的使用者 他們就是喜歡Container 喜歡用Container來安裝軟體 Arch社群是不是應該有一個Container版本的Arch 給這群使用者用呢? 最後我們來聊一聊Container有什麼額外的安全性上的好處 2015年的時候 Firefox曾經有一個安全性漏洞 這個漏洞的後果是 駭客可以讀取 所有Firefox可以讀取的檔案 比如說他可以偷走 你放在加目錄下面的SSH禁要 可是如果你的Firefox 是透過Flagpack安裝的話 那Firefox會被關在Container裡面嗎? 所以這個被Container關起來的Firefox 他就看不到後目錄下面的其他檔案 比如說像下面這張圖 這是用Flagpack安裝的Firefox 他只能看到後目錄下的這些檔案 那如此一來呢 你的SSH禁要就不會被海客偷走 當然這不是說有了Container之後 你就可以高整無憂 因為即使是這樣子的情況 海客還是可以偷走你在Firefox上面的瀏覽紀錄 跟甚至你存在Firefox上面的帳號密碼 所以就算有了Container來幫助我們 我們還是要適時的更新跟修補安全性漏洞 這其實剛才那個情況就是XKCD的其中一個漫畫 我們可以看到這張圖下面 黑色的城牆密密碼碼保護得很好那個地方 那個是超級使用者帳號就是root帳號 我們在Linux上面做很多事都要速度 然後我們把root帳號保護得非常好 可是我們Firefox瀏覽紀錄 SH禁藥跟存在Firefox上面的帳號密碼 通通都是不需要root權限就可以被偷走的 那這個漫畫下面就說 如果有人偷走我的這些email 還有這些有的沒的都偷走之後 至少他們沒有辦法在我的電腦上安裝驅動程式 這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傳統UNIX的全線設計 其實在今天已經不夠用了 個別的應用程式需要更細膩的存取控制 container可能是解決這個問題的其中一種方法 這時候就有人就會問了 就說可是我就是不喜歡container 我不喜歡用flagpack來安裝應用程式 可是我又想要獲得這樣的安全性 那有沒有什麼辦法呢? container用來隔離應用程式的技術 也可以用來隔離一般的方法 安裝的應用程式 比如你用Pagman安裝的應用程式 也可以用類似像Firejoe或Bubblejoe 這樣子的工具來把它隔離起來 這些工具會在你的應用程式執行之前 先把它關在container裡面 或者說我們還有一些比container更古老 更傳統的工具像F-Armor這樣的 Linux Security Module可以使用 這是上課還是下課? 或者說我們有一些更傳統的工具 像F-Armor這樣可以用來把Firefox關起來 那在2015年的時候 剛才那個Firefox漏洞 如果在2015年的時候你用的是Wubuntu的話 Wubuntu預設會有F-Armor 而且它預設Firefox是關在F-Armor裡面的 所以就算那時候你沒有用container把Firefox關起來 它一顆也是沒有辦法偷走你的SSH key的 最後呢 就有人可能會有一個問題說 既然我不用container 我不用flap pack也可以 用有Firejoe或Bubblejoe這樣的工具 來獲得類似的好處 那是不是flap pack就沒有特別厲害 它就沒有特別安全 理論上是這樣沒有錯 只是如果你要用Firejoe或Bubblejoe的話 每個程式都要有屬於它的設定檔 但是有很多程式是沒有預先寫好的設定檔給你用的 所以你可能要自己寫 再來就是說這些設定檔可能沒有辦法直接用 你可能需要先經過一番修改才可以使用這樣的設定檔 那人都是偷懶的動物 所以當沒有設定檔或是這設定檔不能直接使用的時候 我們可能就會有僥倖心理 然後就不去打開這樣的安全性設定 不過flap pack作為一個安裝軟體的方式 它還是有它的潛力在的 比如說如果我們未來想要再增加像FM之類更傳統工具 也拿來把flap pack的應用程式關起來的話 可以想像到它應該會是比較簡單的 會比用Firejoe或Bubblejoe這樣的方式還比較 來把應用程式關起來會來得比較簡單 那其實Firejoe它也有支援像FArmor這樣子的工具 不過flap pack可能還是比較有潛力的一個明日執行 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先到這邊 我們還有一點時間可以進行QA 請說 欸我們有麥克風嗎? 那你可能需要大聲一點 那再想請問一下 剛才你提出一個QA跟QA就是 希望大家要自己用Steam Deck的器材 還是要自己改裝 那你自己的Steam Deck是用哪一個? 我先說一下 其實我還沒有拿到Steam Deck 就是這台還在美國 那我這張投影片上面的圖跟那個 Terminal的畫面是我SSH進去 跟或者是用Steam Link的方式連進去得到的 所以我還沒有拿到Steam Deck 所以我不知道如果說 今天我買了比如說像Duck 然後我想要把它當作我日常使用系統的時候 會發生什麼事 可是就目前而言 比如說我一般桌上電腦的Arch的話 至少我知道我沒有 我現在用FlagPad安裝的程式 一隻手可以說得出來 所以我想我暫時應該是沒有想要跳槽 把整個系統換成像Silver Blue那個樣子 可是它可能是可以值得期待的一個新的方式 這邊有麥克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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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它音質滿差的 那我們還有其他問題嗎 其實我還蠻想知道這兩個問題 大家的想法是什麼 如果是我有Steam Deck 應該會繼續用原本拍的系統嗎 畢竟可能就是真的拿來玩遊戲嘛對不對 對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其實我有些Backup Slide可以講 大家有興趣嗎 有 好 這個是 最近出現了一個跟Container相關的漏洞 那當然跟Container相關的漏洞 導致應用程式可以逃出Container外面 不是今年才發生 它可以說是每一年都有發生 那這帶給我們的起司是什麼 那這帶給我們的起司是什麼 是說 雖然有了Container這樣的工具 但是它並不是萬無一失的一個辦法 那像我們剛才提到的傳統的工具 像AppArmor這樣的工具 其實也是有它的價值在的 大家可以兩種都試試看這樣 那雖然SteamOS現在網路上也下載不到Steam Deck上面的3.0版 可是如果你想要試試看的話 有一些人有把Steam Deck的系統給複製出來 那你可以試著在虛擬機或者是你真實的硬體上裝裝看 我們現在還有人有問題嗎 隨時都可以問喔 那Steam Deck它系統是圍堵的嘛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改 那有些人就想到說 能不能用類似像LiveCD或者是 有某一些路由器上的Linux Distribution 像OpenWrt那種方式 我們把它存在另外一個地方 然後開機的時候再把這個東西掛上來 就疊兩層 這能不能做到呢 實際上也有人試過這種想法 那這樣子到底可不可行 我不知道不過如果你想要試著 在Steam Deck上面用傳統方式的安裝軟體的話 你可能可以看看他們是怎麼做的 最後是我個人遇到的一個軟體上的問題 就是之前曾經有一陣子我的Teams不能用 那這個我的Teams不能用的原因是 就是Gnu C Library的版本太新了 可是這個時候如果你的Teams用 container裝的話 如果說container有打包這個Gnu C Library 比較舊的版本的話 那說不定這個Teams是可以正常執行 不會受你系統更新影響的 我沒有其他Backup Slide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繼續QA時間 那如果各位對這個投影片有興趣的話 QR Code在這裡 還有兩分鐘左右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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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最后一分钟 如果各位突然还有想到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发问 好那我想我们 我的分享就到这边 如果之后有问题的话 会在Arch这个教室附近 我们掌声谢谢黄思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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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